原标题 一日无聊 独唐诗消遣 无意遇到上官婉儿的这首音思念战符 也不能为写信迹相似的采书院 如来让人感觉清心含蓄 情深易浓 我无法把这样一个情思缠绵 心思细腻的诗人婉儿 和史料上翻手云覆手语 淫乱恭维的婉儿联系起来 到底哪个才是真实的婉儿 诗里的情郎存在吗 依上官婉儿在何种情况下 嫁给父子两任皇帝丈夫 上官婉儿因祖父七草废武后诏书 而被武则天灭九族 婉儿因是女孩 尚在强宝之中 和母亲一起被送进依庭为奴 2013年9月 在咸阳发现上官婉儿墓 挖掘出墓之名 其上半部分介绍了上官家族 其家族几代为官为相 各个是才华卓绝 不难想象 婉儿作为家族后代 虽为女性 也继承了良好的遗传基因 在母亲的教育下 很快出类拔萃 被重视人才的武则天发现 穆镇记载 婉儿十三岁时 就做了唐高宗的才人 这样的记载实在是让人吃惊不小 要知道 他姐姐由于和高宗理智思通 被他杀害了 武则天如何能容忍和婉儿共事一副 这不符合武则天的性格啊 原来 婉儿从祖辈的教训中学会了做人 武则天对他有之欲之恩 更何况 武后势力见起 婉儿审师多事 一心一意为武后做事 武后见他不仅是文出众 而且政治见解读道 决断之间很是果敢 便开始命他做女官 记录事务 作为外官 不能升到更高的品级 便不能做很多事 武后便让婉儿做了高宗的才人 从此可以参与到政务中来 掌管诏命 完全为武后自己所用 因此可以说 婉儿的婚姻与感情没有关系 纯粹是武后控制政局的虚 要 可能与理智无夫妻之时 纵然是理智对财暴出众的 婉儿有非分之想 心思玲珑的婉儿为了性命 也不可造次 离智死后 婉儿和武则天两个女人 掌控了天下很多年 民间流传了很多关于两个女人的淫贵传说 说婉儿和武三思思通 也学武则天养面手 甚至看上了武则天的相好张昌宗 被武则天发现 刺破额头 婉儿从此收敛 武皇爱妻人才 警示后结给了婉儿生路 从此 婉儿在额头点染梅花瓣 眼是伤疤 不想 这梅花妆让俏丽的婉儿更加妩媚动人 宫内女子纷纷效仿 细细想来 婉儿和武三思也有可能 武三思面对花容月貌的婉儿能不动心 武家势力的壮大 武三思很有可能就是未来的天子 不想丢命的婉儿 如何能不攀附 和张昌宗呢 也有可能有一丝情意 虽然想尽荣华富贵 全心朝隐 可终究不过像张昌宗一样 是武则天需要的玩意儿 被女皇操纵 二 人同病相怜 息息相惜 也是可能 这些事情到底是真是假 似乎也没有那么重要了 作为一个女人 她也需要身体 心里的抚慰 所做一切 也是想得通 只是 在政治 生命面前 她的感情必须收敛 压抑 公元705年 神龙政变 武则天退位 儿子李显继位 大家一定会想 一直追随武则天的婉儿 肯定会受到打压 可事实恰恰相反 中宗继位后 迫不及待的封婉儿为昭荣 执掌内阁 婉儿权力没变 地位更高 为什么会这样 上官婉儿的政治嗅觉 何等敏锐 她一面在既心辅佐武则天时 也在瞄准下一个政治猎物 以保全自己的性命 李显 这个懦弱无能 胆小怕事的皇子 婉儿能看得上吗 原来李显身边有野心勃勃的 为皇后 安乐公主 他们母女需要婉儿的帮助 实现他们的政治野心 婉儿的婚姻 再一次成为为后 安乐母女的需要 当然也是婉儿保全字 己性命的需要 哪里有两情相悦 也不过是一对假夫妻而已 婉儿两段婚姻 看似风光无限 荣华富贵 全是急于一身 可剖开表面 里面却是一个女子的不得已 二 唐荣正变 婉儿被杀 死后被错古杨徽为皇后 安乐有武则天的野心 却没有武则天的本领 公元七百一十年六月 中宗像往常一样批乐奏折 吃了几口糕点 却蹊跷流血 倒地而亡 为皇后急急忙忙 命婉儿下诏书 命为氏兄弟掌控大权 扶上一个儿皇帝 七月 李隆基在姑姑太平公主的帮助下 发动政变 杀了为皇后 安乐公主 为氏集团的人纷纷逃窜 作鸟兽壮 唯有婉儿不慌不忙 拿出一封诏书 给李隆基看 原来 婉儿诏书上写的是命李隆基的父亲李旦作涉亡 意思很明白 向李隆基表白 自己是像个李隆基的 李隆基很矛盾 他佩服婉儿的才华 相来相去 不知该不该杀婉儿 毕竟李隆 基是有正着头脑的 他发现了太平公主与婉儿不寻常的交往 于是狠心杀了婉儿 用来警示姑姑太平公主不可造次 最是无情帝王家 太平公主 李隆基曾经合作过的姑子 还是在政治 权力面前开始争夺 李隆基一怒之下 也杀了太平公主 挖掘开婉儿的墓 墓道两侧的壁画没有保留下来 墓是毁坏极为彻底 墓顶被撞他 官果无影无踪 官床粉碎 尸骨无存其惨烈程度 非到墓者所为 那么 是谁在他死后还要如此报复 原来 李隆基上台后 为了打压 不但毁了太平公主丈夫五优四的墓 也毁了婉儿的墓 以泄愤恨 更用来震慑他人 彰显帝王的威严 婉儿死了 此时不知作何感谢 有没有后悔过自己如花的生命 只是拥来在黄泉之间周旋 有没有后悔自己没有用心来爱过一个男人 写完这段历史 我再来想想那首彩书院 似乎理解了很多东西 哪里 有一个情郎让他如此思念 他的笔下 不过是感情世界里最美好的设想而已 在残酷的宫廷内 稍不小心站错队 就会被砍头 祖被穴的教训 让他明白 时刻警惕 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 随时寻找自己的政治靠山 只为活下去 感情与他是奢侈品 只能在诗歌里 是梦幻 政治才华于他 是保命 失财 才是真实的内心反应 他 或许男人很多 但中其一生 也没有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情郎 作者简介陈转立 李明默然古云 陕西湖城新镇初级中学教师 七零后 爱好旅游 写作 著有长篇小说一代红颜 小编提示 如果您喜欢这篇文章 敬请转发和评论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